大家好,今天是6月13日,星期四 看看今天的市場 今天的市場是由178升到180 於是有大半的板塊都上升了 大半的板塊上升了,什麼板塊呢? 就是半導體,資訊波企只要臨員工業市場保險 如果保險升的話,代表A股普遍上升 因為很多保險股,特別是國內保險股 都投資起A股和國內內房 半導體的升很簡單 因為阿爺一直支持半導體 資訊波企也一樣 就是這樣 我們看看 第一 橫半導體,這些都會上升 S&P、中芯、國際都會上升 所以這個升得很實在 再其次,我們看看資訊科技 大會方面 紫雄臨業方面 我們看看 紫雄臨業方面 神明市博、李文造紙 這些都會上升 代表的是 楊光子 這些都是比較大件的 實質上更多的工作 代表了 可能是製造業的包裝方面 需求多了 公共事業方面 公共事業方面 一般都是這樣 因為阿爺 會容許水、電加價 所以基本上是OK 農圓電力、中廣核等 其次,保險 保險上升 剛才說過 很硬的大牛龜 保險股都會上升 即使這個真真正正是 很實在的上升 我們看看個別股票方面 可能是 這些都會上升 再其次 我們看看 其次方面 在這裏 178 這個位置 在這裏 在這裏 所在這裏 可以守住 在這裏 在下一級的支持 就是 在這裏 在這裏 在172 如果11度 可以回升 那這裏 如果不是,都是現場的美叫做認真擺決困難時期 我們來看看 好 今天是中興通訊